不孕夫妻各自外遇近人生 真是造化弄人 足可以對三十多歲的成性工程師夫妻結婚三年 因妻子體內出現罕見的抗精蟲抗體造成不孕 雖公婆急著抱孫子 夫妻也情於做人 仍以此無法受孕 妻子做了三次人工受孕還是失敗 婆婆還因此嘲諷她 後來丈夫到上海工作禁食小三懷孕 讓丈夫夫妻婆婆喜出望外 巧三甚至打電話向妻子嗆聲逼離婚 妻子和丈夫大吵後到夜店買醉 見跟陌生男子發生一夜情 三未回診女子已懷孕三個月 最後雙方已離婚收場 醫師表示女子後來能懷孕 適應對其他男人精子不會產生抗體 才能順利懷孕 在醫學上這個來講發生的機率並不高 尤其是嚴重的抗精蟲抗體 導致不孕這種情形更小於2% 也建議有抗精蟲抗體的不孕夫妻 透過儀器做人工受孕或做事管嬰兒解決補孕 動新聞新竹報導 早安來,放 sight 也建議到小物京夜 離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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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